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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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去哪 今天 要去SemiCon SemiCon 沒錯啊 你來到這裡還不知道要去哪嗎 要講演館了齁 沒有錯 盛大的SemiCon 今天人真的非常得多 跟Computer差不多了齁 真的 人潮一直一直出來耶 對 那我們就出發 沒問題 咦 子翔 這個攤位超大的 這攤位好大喔 而且有很多模型耶 感覺他有把他們整個那個技術 都有展在那裡耶 來問問看好了 好 咦 子翔 他把那個無城市啊 廢棄處理系統啊 Fab裡面各個的那個 不同的製程他都 還有那個區域他都展出來耶 做成模型的方式 很精緻耶 嗯 感覺如果大家真的 對這個產業還不太熟啊 可以實際來看看了解一下 那我們去問一下 有沒有可以介紹的人 好啊好啊 夠 那不好意思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次有那個綠色機房的部分 想問一下這次有什麼亮點 OK 我們這次 公司特別導入了 靜默式冷卸方案 那他可以大幅提升我們的 算力 讓算力提升大概40% 節能達到48% 所以可以大幅提高我們 資料中心的PUE喔 喔 了解了解 那比如說像有導入AI嗎 或是什麼別的技術嗎 OK 對的確我們這次有導入一些 ESCO的這個方案 然後他可以利用AI的方式 然後將這個資料中心附近的氣象 溫度濕度的資料一起納入評估 然後讓我們整體的這個 冰水主機的運作效能 達到最佳化 喔 所以表示說他可以收集資料之後 然後就一起直接做配合這樣 是的 對 喔 了解了解 那針對台灣電力不穩的這一塊 我們其實這次也帶入了一個非常新的方案 它是燃料電池 那它吃的是瓦斯 它可以直接產生穩定的電源供應機房來應用 機房最怕的就是煤電 它的算力會停 它的記憶會停 它的網路會停 對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方案 能夠協助台灣政府跟廠商 在台灣能夠繼續建置我們的資料中心 那這個設備的轉換效率達到60% 那再結合它的這個肺熱回收製冷的話 我們會將這個製出來的冰水 再回到冷卻系統裡面去應用 整體的效率可以提升到將近90% 喔 所以不只提升效率 然後還可以重複再利用這樣子 那副理想請問一下說 光照合這東西是加登的主要產品嗎 是 那想請問一下說 光照合這東西在半導體產業的這個供電中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OK 那像加登的主軸產品之一 光照合 那它最大的功能就是保護好光照 在整個半導體體系裡面 光照是做晶圓製造最重要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這麼重要的一個光照 你一定需要有很好的盒子去保護它 因為這一個光照不單是它價格高昂 重點是它的時效 如果它損壞了 對整個半導體廠的製作的時間延後 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光照合這一塊領域 我們在加登在ESD PASS PARTICLE的一個管控 我們都已經控制到非常好的一個程度了 所以我們在各大光照廠 還有包括前段廠的這些專屬的光照部門 我們都是有做全盤的服務這樣子 對 也都是由加登做全面的設計跟製造 是 那這兩年的先進封裝的議題非常的火熱 是 相信我們會說加登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布局 或是產品的規劃呢 OK 我想現在3D封裝大家都會 後段封裝大家都會去提到3D封裝 好像現在我們在T公司這一邊 我們大家廣為人質 這個龍潭 或者竹南這些大廠區呢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分成他們有COAX的一個製程 最近很紅的大家都有聽到這一部分 那這一塊的話其實可以分成 COW製程跟OS製程 那加登在後段領域 我們其實可以了解到說 它不光光是在我們傳載的一個使用上面 我們在產品上面 後段的產品它比較接近 以前後段來比較 它稍微比較算後期的產品 所以它的重點就在於說 要怎麼去把它既有的載具做更好的優化 所以加登的重點會是在琢磨客戶它現況使用 有什麼不足 因為過往前段製程已經COVER掉很多 後段它維持一定的水準就好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整個後段必須要整個LEVEL提升起來 所以我們必須像對待前段製程一樣 去對待後段製程 每一項細節 包括可能連一個小零件的角度 優化 我們都會去幫它做好 是這樣子的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下一攤 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欸 我好像也看到了 那是不是志忠哥啊 對 對 我們去問一下好了 好 難得 沾長醜遇 欸 請問您是我們的簡報師何忠嗎 這不是紫祥嗎 走在這邊出現了嗎 來看展 來看展啊 對啊 現在在這個半導體大展的一個現場 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東西 AI技術幹線區 它幾個版本都能寫出來 好 月光啊 微調啊 感覺好像滿有看頭 是 既然都遇到至終 我們就請志忠 那我們看個展好了 好的好的 拜託拜託 沒問題 看看有什麼展區可以幫 對啊 誒 志忠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啊 誒 我們想要去中華清澈看一下 清澈 對啊 誒 我們看到那個總經理好像在 接受媒體的訪問 我們過去看一下看一下 好 我們來問一下總經理好不好 好的好的 總經理我們現在在這個半導體大展的一個現場 那其實今天還有一個很熱的題目 就是叫做所謂的用AI來測試AI 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我想用AI測試AI呢 是我們先進測試論壇的一個主題 今天如果參加先進測試論壇就會看到這個題目 那主要就是說用AI的技術 或是採用AI技術發展出來的一些測試的產品 來測試AI晶片 就是像我們所知道的NVIDIA AMD這樣這一類的AI晶片就對了 對 不管是AI晶片或是HPC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只要用在不管是雲端的這個AI的一些建模 或是Edge Computing 地端的這個邊緣端的這些比較簡單的 可能3、4個Token的這些比較小的這些東西 其實裡面其實都有AI的一些模型在裡面 透過這樣的技術 我們透過AI這個技術 我們直接掌握多邊know-how 我們人幾乎不用學習很快就可以上手 可以解決所謂的技術斷層的這個問題 只要用AI測試 只要是 重點就有一個說 未來越來越高速 這個電量越來越大 還有這個溫度的這些考量 那你相對的這些晶片越來越複雜 你的測試技術也相對越來越複雜 所以沒導入AI的話 很容易讓這個測試廢偶掉 所以中華精測這些連來全力在導AI 剛好我們碰到了 有這個機會讓這個技術 AI技術用在我們碳真卡ROBO上面 來解決客戶這種高難度的一個測試需求 好 請教一下經理 我們看到說其實這幾年的半導體展 非常聚焦於像是這個先進封裝 或者是像今天AI很紅嘛 也有講到說這個高頻關機的HPM 我想問一下KMS 今年在這個相關的設備上面 有什麼樣的佈局計畫 我們今年 我們KMS 就是有推出 Optura第三代的TCB 就是熱壓結合機 然後它有搭配我們KMS專利的 無觸換器的製程 就是Fossless的TCB 然後這個產品呢 主要可以支援 就是現在最火紅的COAS的製程 以及它裡面有搭配的 HBM的memory堆疊 然後我們的COAS 就是這台Optura的Plattform 它可以支援COW的製程 然後可以讓那個製程的那個Bound Pitch 就是一些線環可以到 從35micron 然後一直降低到10micron 然後讓那個前段的一些 兩奈米三奈米或者是一些 那種hybrid bound的Wafer 它可以繼續的延伸 封裝下去到10micron的Pitch 就是可以滿足客戶的這種 越來越高 一千塊越來越小的堆疊 誒 自宗自宗 你怎麼要去哪裡 跑好快 好 我們剛剛拿到了這個 某個廠商的證品之後 現在要前往另外一家 這個半導體測試介面的廠商 誒 我看到 好像這家廠商的總經理 又正在被受訪耶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了 好的好的 好 我們想要請問一下這個Jason哥 這個今年這個半導體大展 還是有很多新的先進半導體的一個趨勢 包括像是AI HPC 吸光子等等 請教一下說 尹薇在今年的這些新產品上面 有怎麼樣的一個布局的想法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的 我想尹薇過去這麼多年來 一直在 都是在高頻高速 大封裝 大功耗上面 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產品 像今年我們當然還是針對了AI 對了 HPC 對GPU 對CPU 那我們今年最新的產品 有第一個針對CPU的部分 我們叫Double Sight Probing 那這個部分結合我們公司的散熱機制 高頻高速機制跟我們的垂直探針卡 那另外一個我們就在後面牆上可以看到 Hyper 我們過去高頻高速的Kohisho Saki 已經服務了全球AI的公司 GPU的公司 HP的公司非常多年了 那也看到目前整個大封裝大趨勢來了之後 我們特別推出了Hyper的這個Saki 那Hyper正在多國的專利都已經通過了 那也在今年在很多的課程都在驗證當中 所以將來對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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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的AI HPC或是在高階的手機上 我們的Hyper Saki都會應用在這個領域裡面 那另一個就是散熱 我想散熱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顯學 我想因為在IC Level的散熱已經做了非常非常多年 推出了不同世代的一些產品 像我們今年最新的叫Keycon Titan 它可以散到2000瓦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很多都是在高瓦數 現在都在1000多瓦 那我們超前部署已經到2000瓦 甚至在2000多瓦以上也正在研發當中 那剛剛提到最重要 今年最重要就是CPO的東西 細光子的部分 我想因為在去年就已經率先提出細光子了 那下半年之後就很多公司跟著討論了細光子 那我們在2019年其實細光子我們就投入了 一直到現在結合我們公司的散熱的產品 垂直探增卡跟高頻高速Saki 跟美國幾家最重要的IC設計公司一起合作 我想也都得到他們很好的一個認證 對尤其在高頻高速的部分 那這部分算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成就 對尤其在半導體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好的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次的半導體大展 其實還是圍繞在一些蠻重要的一些趨勢上面 包括像是AI 然後先進的封測 先進的測試 還有像是高頻寬記憶體 以及有很多的設備商都來參加這個展覽 那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說這一次呢 有很多的不少的這個韓國跟中國的業者 也參加了台灣的Semicon大展 那我相信這是一個半導體在現在全世界這個局勢之下 都是各界非常關注的一個產業 那台灣更是一個焦點的所在 是啊 我們觀察下來其實人潮跟Computers 或跟往年來比都真的多很多 是是是是 那我相信大家來看展應該也蠻有收穫的 沒錯沒錯 是是 好那我們的開心什麼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